大埔广福道发生致命车祸 一辆的士撞向过马路的徒人 有人被捲入车底 一个男人当场死亡 另外有八个徒人受伤 包括一个孕妇和四岁的小朋友 当中四个人危残 当局说的士的车龄大约是五年 去年九月曾经验车 事发的时候并没有载客 刺激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 早上近11点半 大埔广福道102至104号对开的灯位 不少人正是趁绿灯过马路 观众提供片段见到一辆市区的士 越线繞过前面的新界的士 产上安全岛直冲向前 几个过马路的人被撞跌 的士在冲过灯位后停跌 至少三个人倒饿在地上 亦有人卷入车底 一批市民跑过去合力抬起的士 再移开 协助救出困在车底的人 女人征头途人拿出雨遮 暂时遮住伤者 交通灯被撞毁 灯头被拖入车底 一个59岁男徒人当场证实死亡 消息说她的51岁太太清醒宋远 伤者里面还包括一个4岁小童 一个怀孕5个月的孕婦亦昏迷 消息说她头痛盘骨受伤 在深切治疗部留医 他们分别被送往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 北区和大布拉打素三间医院 63岁男的士司机报清不息宋远 他通过酒精呼气测试和药物测试 警方已涉嫌危险驾驶 导致他人死亡将他拘捕 直铲行人路 当时的灯壳是红灯的 关于司机的一些个人背景 或者是一些精神状况 或者是他对于道路上没有熟悉 同样的接触案件细节 我们就不方便在那里透露 我们会以车辆按发当时的基建性能 司机的精神状态 以为当时是露面的情况去做人调查 警方事后在现场围封守证 而摄事的的士会被拖往大浪冲汽车扣留中心 做进一步调查 无线电视记者杰瑞文报道